我和我男朋友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 那个时候我们是同班同学 当我们见到对方的时候都产生了好感 于是我们就向彼此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 大学生活即将结束 由于我们两个人在校期间的感情非常好 于是我就和他商量着 把我们两个人的婚事给办了 可是当我和他提出结婚的时候 他没有答应我 居然还要和我提出分手 我当时听到心里特别难受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一直以为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可是今天他却和我提出了分手 事后我问他什么原因 他却不告诉我 我就一直纠缠他 对他说 如果你不告诉我原因 我就不会同意和你分手的 最后他没办法和我说出了实话 他说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已经喜欢上别的女生了 对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一直都想找个时间跟我说明白 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直到今天他才和我说出实话 我一直都在觉得 他是在欺骗我的感情 根本不是真心喜欢我的 于是就这样 我和他分手了 在分手的那段日子里 我每天都过得非常难熬 毕竟我和他相处了五年 整整五年的时间 让我突然间忘记 我真的做不到 毕竟我和他之间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但是我总是在心里劝说我自己 一定要忘记他 因为像他这种渣男 根本就不值得我去想念他 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慢慢的我花费了 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终于把他忘记了 我每天都在努力 认真的工作 我也想得到一副 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生活 可是就当这个时候 我已经摆脱了他的阴影了 他的母亲却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说要和我在我们公司楼下的咖啡厅 约上我见上一面 起初我根本就不想和他见面 因为当初我和他的儿子 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母亲也非常反对我和他在一起 现如今我们都已经和他儿子分手了 他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而且已经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了 按说他也应该抱上孙子了吧 但是由于他母亲在电话里不断地求我 我就不想拨了他的面子 就答应了 在下班的时间抽空出去和他见面 当我和他见面的时候 他竟然流着泪在和我说话 他说当初非常后悔 反对我和他儿子在一起 当我离开他儿子的时候 他儿子出了一场车祸 那个女孩子因此离开了他 于是他母亲说着说着 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二十万的银行卡 要求我和他儿子在一起 不管我提出什么要求 他都会答应我 我觉得非常可笑 难道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 于是我就拒绝了他的母亲 转身离开了 当我起身的那一刻 他的母亲竟然跪下来求我 让我一定要和他儿子在一起 因为他儿子的后半生需要有人去照顾 我越听越觉得非常生气 但是心里面又非常的难受 毕竟那个人是我曾经深爱的男人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和他在一起 因为他当时如此绝情地抛弃我 于是我就立刻转身走了 事后我发现 我自己其实心里面也不是滋味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也许他母亲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原谅他 也许他我和他儿子是真的不合适在一起吧 放手或许也是一种爱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原谅他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原谅他